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萌又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找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说一下 终于 美国都不忍了 这次发生什么事 就是要出声发声 要追究你印度这件事 什么事 就是 石克教的领袖 就在加拿大被人拉低了 这位石克教领袖 我们说过是卡里斯坦独立分子 即是他支持 在印度的石克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卡里斯坦国 就是石克教徒建立的国家 他就在温哥华被人拉低了 这件事很狼胎 这件事 而且为什么 这么重视呢 因为这位哥哥其实是加拿大公民 美国现在就终于 就说 喂 印度 麻烦你 要调查 印度也是 受到美国压力 究竟他是否调查呢 我相信他或多或少都交一些人出来 因为他说是追究你责任 没理由 莫迪自己走出来说 我做的 是我搞出来的 当然不是 当然是找个人来交 美国也敦促印度调查另外一宗 是 美籍石克教徒 是被人 是 动手的事件 其实 之前美方也指控一名 前印度的 情报官员 印方有关人员的责任 那当然了 这些事情 没理由他无厘头狗地自己去搞 那当然收到命令才做 其实 人肯定要交出来 算不算这样 震惑莫迪 也要 也要 之前对着加拿大杜鲁多牙斩斩 说得好像不关他事 是的 原来呢 原来美国大佬知道的 不出声 是 喝了 少杜鲁多被人家 少杜鲁多被人家 其实FBI是他们有线在里面的线人 追究印度有关人员的责任 否则 就不能令到美国人完全满意 原来美国司法部 也发了新闻稿 要对一位39岁的印度 政府顾员 他的名字 就叫做 Yadav Yadav 提出 是老谋 以及 应该是 是请人老谋 以及 是洗钱的指控 美方就指控 他 策划 就是行食居住在纽约的印度裔美国公民 潘龙 不是班龙 是潘龙 他就有样东西 幸好是他人没有 没有 这位亚达夫目前在逃 也有美国媒体说 谁帮他逃跑呢 可能就是印度政府帮他 躲起一段时间 其实这位潘龙 是总部位于美国 名字好听 石黑教正义组织 他的名字叫石黑教正义 的法律顾问 原来他 拥有美加双重国际 19年的时候 印度当局 根据他们的反控法 原来 宣布取缔一个组织 SFJ 理由就是他们主张分裂印度建立一个独立的石黑教国家 并且涉嫌参与 这个是 很大暴动的 美国司法部 的新闻稿也说 2023年5月左右 受估于印度 主要对外情报 收集单位 这个真的是 官家的东西 就说他是 印度政府聘请他的 的雇员来说 当然不是这个人 自己 说要搞定哪个 当然是上头说的 莫迪说是否知道 起码他知道 叫人做事先 可能具体什么人就不知道 原来 这个局就叫做 印度调查分析局 RNAW 这位阿哥 亚达夫 原来也招聘了 是一位印度公民 叫做 古普塔 很多印度人的名字 这个 格普塔 原来 亦是策划了 要老谋 潘龙 就是这位宗教领袖 潘龙 在 雅达夫的指使之下 原来 古普塔就联系了另外一位 他自认为 是好伙伴 非常好的 兄弟 但是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就是 美国 的善人 是美国 緝毒局的善人 这位 乃到认一认 乃到认一认 就是你聘用 那个是动手的人 原来 就是美国的善人 这位善人 亦是帮 古普塔介绍所谓的 是动手的人 其实 都是两个字 我是臥底 即是你吃得正一正 哎呀 莫莫迪老祖可能 即是你阴我 为什么不跟我说声 不是呀 善人当然不可以跟你说 去年11月 美国方面宣布 挫败了这宗 是 行食美税事件 白宫当时表示 现在美国是 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个阴谋 已经向印度政府 最高层莫迪提出这件事件 而印度官员知道这件消息之后 就表示 哎呀我好惊讶 我好关注 不好意思 我好感到很surprise 没假装了 说真的 喂 没有 是上头的事意 他会无端白事 垃下那个人 他是什么 卡里斯坦独立分子 无底白事地垃下他 哪有可能 当然了 后来印度的一个调查委员会 在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会面 早两天 美国国务院法人也表示 印方就说 美国司法部起诉书当中 不提及的人 他就说 不是我们印度的政府 那些雇员来的 是谁做的呢 人家有我底下 拿了料的 最搞笑 美国国会法人可能看到有印方的人给他几程博面 美方对印方的合作 你记住是合作 不是答案 合作感到满意 不过将会继续调查 那就是继续查 后来美国官员 就说 美方已经对印度明确表示 除非看到 有意义的问责 追究你责任 否则美国政府是 不会完全满意的 这个官员也说 我们一直会调查下去希望印度尽快 完成这个调查程序 对于这个报道 其实印度驻 美国大使 是没有任何回应的 美国媒体问他有什么回应 大使先生 没有回应 另外看回美国的 指控也考验了 美印之间的关系 拜登政府就认为美印关系 可以平衡 中国在印 泰地区的影响力 其实 这个美国官员也表示 印度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 和宝贵的战略伙伴 但我们要信任他 不过不可以让他 有些事情都是要严格把关的 亦有能力 透明地解决这件棘手的事件 解决是否叫印度跪底 他肯不先走 没有面子的 随便把人头扔出来 应该这么说 你知道 莫迪行的是印度家民族主义 怎会允许一个卡里斯坦独立分子 不是一群人 在这大摇大摇 任何政权都不会 但是你动用这些 暗暗搞定的手法 也是不行的 大哥 去年最大件事就是去年 就是去年6月18日 加拿大石黑教领袖尼加尔 在温哥华被人行识 没有了 去年9月 加拿大政府指控印度特工 涉嫌参与这件事件 并且驱逐一名印度外交官 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今年 10月14日 加拿大外交部就以 涉嫌于 暴力 犯罪活动有关 并且威胁加拿大公共安全作为理由 宣布驱逐6名 印度外交官 并且根据家方的声明 原来加拿大要求 印度方面放弃外交 和领史豁免权并配合调查 但印度 就 拒绝 配合家方的调查 就是要我交引 对于加拿大的指控 印度作出了强硬的回应 原来印度外交部也发了声明 印度政府强烈反对 你们这个荒谬的指控 并且 归咎于杜鲁多政府 就说你是政治目的 就是为了选票 你玩政治 并且 就说这个调查是藉口 为了抹黑印度 为了蓄意抹黑印度 之后谋救你的政治利益 后来当然印度外交部就决定 驱逐包括加拿大驻印度临时代办 在内六名加拿大的 外交官要求他们 应该是走了 19日就要求你走 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反正外交争端就升级了很久了 对这些卡里斯坦独立分子 印度肯定不会受怨 如果不然 他躲在外国 就可以经常搞独立行动 对 你刚才也说了 你也不可以派人 暗暗搞定他 有何国家都不容忍 对 看回加拿大 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印度人 很多很多印度人 石克人 虽然石克教徒 很多都不认他们印度人 但事实上他们是拿印度抹黑印度 在加拿大 很厉害的 加拿大是印度之外的 石克教徒最多国家 难怪他们要 保护卡里斯坦独立分子 因为他们有很多选票 原来境内也很厉害 77万名石克教徒 其中部分势力 都是支持在印度建立 一个独立的石克教国家 即是卡里斯坦国 尼加尔也是非常出名的人 尼加尔就是这位被人拉低的 加拿大公民 他是 九十年代 从印度移民到加拿大的 他就很简单 主张就是 在印度建立 石克教独立国家 卡里斯坦国 被莫迪 这个莫迪老组 列为极端分子 尼加尔 人就没了 后来两个关系 现在还未收补好 现在还未收补好 加拿大外交部长 就是 这位他也说 那位女士 赵美兰也说 驱逐印度外交官决定 是经过慎重考虑 是在加拿大警方收集了充分 明确 具体的证据之后 才作出 印度 他 他说的东西就不同 他说 你说的东西 其实那个是一名 印度石克教分离主义分子 当然了 现在口水截不断 会不会再升级呢 美国现在施压给印度 是否应该叫印度收声 意思是否叫收声 如果不是 你再不收声 我就有很多东西要爆出来 查一下 查一下 是莫迪老组 是吧 都不出奇 不过刚才我们也说过 美国就希望印度可以压制中国 不过中国和印度也达成了协议 也结束了有争议边境的军事对峙 四年前 其实两个国家 其实也很突然 这个时机也挺微妙 没错 当然 印度也是聪明的 因为最近有金川峰会的举行 没错 是否要 出席之前 大家关系有些 缓和的气氛 好些呢 我觉得他也是 既然给印度颜色看 就说你查 追究到底 我跟中国靠近一点 你叫我顶着他 我跟中国靠近一点 两个国家其实在喜马拉雅沙漠西面 边境冲突也有人离世 导致两个国家跌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关系很差 印度外长苏杰生 也对印度电视台说 边境寻落的协议标注着 和中国的脱离接触 这个进程已经完成了 虽然更大的边境争议还未解决 但是这个协议 亦允许两国士兵 在拉达克地区 边境恢复巡邻 令他们 能够 强调各自的 是 领土主张 并且同时确保 另外一方 遵守 达成的协议 莫迪 你说得对 其实 他出访俄罗斯客山 即是金砖国家的峰会 原来 特意在峰会之前宣布 达成了协议 中国亦参加这次峰会 其实 会不会亦有俄罗斯在帮忙滑船呢 都可能的 给几分薄面 普京大帝 中印和俄罗斯关系还是不错 是吗 所以就那句 这世界的局势很复杂 不是 不是政治去看 是互相联动的 原来 分析人士也认为 这个协议也为世界 最多人口两个国家 改善政治和商业关系铺平了道路 亦为 莫迪 原来 莫迪有机会见习生 有机会会伍 这个可能是2020年以来首次会伍 当然这个协议的详细内容就没有公布 印度 外交部秘书长亦说 这个协议其实令到军队 在众印 辩解实际控制线 即是 LAC 在脱利接触 这条线就将 中国和印度 控制的领土分开 看看 其实 你说是否解决了尾 但起码可以 可以谈 大家 看看 原来 中国也证实了 在边界地区进行了军事巡逻的协议 但并未解释 这个协议是否覆盖整个边境地区 还是 只是覆盖发生冲突的热点地区 双方 将会从 现有的阵地 撤回少量军队 避免对峙 但是 将会 获准按照 现在制定的时间表层 两国将会举行每月 审查会议 并且定期 在监测争议地区 确保不会发生是违规的行为 其实 现在 印度当局 都是 缺乏提供信息 亦可能 很多印象在谈 一两边说的信息都很少 可能 大朗就说好了 但是细节还可能在谈 如果达成正式的协议并且公布 可能我们看到 究竟美国会怎样 跟印度做 或者 希望印度 压制中国 后续的事情慢慢看 很多事情都未解决 包括实际控制线 的画景 双方 都不能够 巡落缓冲区 是否会被废除呢 这个亦都是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by bwd6